我们的频道已经13岁了 这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但现在全部都离开了 我无论你是谁 Russian guy 听听 我有一点想告诉你 消失的60亿就回来了 黄明镜拿回youtube账号 让双民失望了 如果我一无所有 修旦姐还没有这么严重 告诉黄明镜拥有327万订阅的Youtube账号 4月无预警被害 至于频道被清零 就连频道名称也被骇客改成俄罗斯彰化 多年亲血就这样一气消失 黄明镜气得在脸书上用英文跟广东话怒鸟 外称一句俄语彰化 并回敬我们支持乌克兰 谢谢大家关心 明镜表示团队正在抢救中 顺道祝福骇客牢部身体健康 好险老天舞 天而留黄明镜的西亚印 动用所有人脉关系 最后终于抢救成功 账号终于拿回来了 抱歉让你们失望了 酸民们 法的账号被盗的这段时间 黄明镜还是很怒 我现在在英国10时 我现在在澳洲 我的YouTube频道 是被人从俄罗斯的 这是俄罗斯文 所以我被人从俄罗斯文 这个频道 我已经担任了 13年 这是一个很长的旅程 但是现在 所有的东西 我不管谁 你是 OK Russian guy 听听啊 一件事我想告诉你 我希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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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支持俄罗斯文 帮你 帮你 你明天拿下船 来 来 来 我们支持俄罗斯文 帮你 北方 掰 撞了羡慕 嫉妒恨 和山上优雅的不小心 拜拜 对不起 伤害了你 伤了你的感情 又或者是去年 跟陈方宜的争议曲 玻璃心同样 他发文表示虽然焦虑 但其实还蛮淡定的 很多年前我就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一天 出来混迟早要还 这些年来真的得罪了太多人 尤其是推出玻璃心之后 只因为你的立场跟他不一样 便可以在你跌倒的时候 拼命把你踩死 并表示团队一定会用尽各种办法 战胜骇客把账号拿回来 只眷顾当可怜我